哎 陈叔 这怎么有一个擀面杖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是用来干什么了 是用来这个 不是干面的 这里面就特别像雕刻的花纹一样 不仅椰盐叶 妖哥苦涩味一点 这个刚刚你说擀面杖给个惊喜给你 来 擀面杖派上又找了 你经过这样去雷的时候 他就刚刚把那个常游去雷碎 这个手就在丢的位置 这个手就用这个手去转动 个头很大 其实挺轻的 这是什么木头啊 刚刚去再查查查 这是茶树 茶树上的一个棍 新鲜炒制的茶叶和晒干的布金叶 放在雷波里 用雷棍仔细研磨 两种植物的清香味 温温柔柔地散发出来 有了配角 主角鸡肉要登场了 我们现在做一下 我们应得的一个茶香鸡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个茶呢 起到那个鸡在里面 增加那个茶叶的香味在里面 现在这个鸡也感觉又要 长上羽毛了一样 像那个黑鸡一样 对对 半个小时这样 让它那个茶香味 融入到那个鸡里面 茶叶与布金叶的碎末 均匀地涂抹在鸡肉表面 使鸡肉由外至内 进行第一轮的渗透入味 腌制三十分钟后 鸡肉要放到泡好的茶汤里 开始炖煮 在炖煮的过程中 鸡肉的各纤维 再一次吸收了满满的茶香 茶叶和布金叶的清香 以及鸡肉的鲜香融为一体 那个鲜嫩清香的美食 就是茶香鸡 它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来 来 看一下这个 颜色变的变化这么多 这个颜色就让我想起了茶叶蛋 对吧 白白的进去 红红的出来 铺别而来的是那种 很温柔的那种肉汤的香味 是 是 是 你脑袋里有一幅 鸡骨架的地图是不是 做的多了 这个就知道了 鸡肉出锅 趁热斩剑 装盘 棕红色的鸡肉 配上陈大哥精心调配的 蒜蓉蘸料和辣椒味蘸料 复合的香味 让人食欲大开